国造潜见海昆号今天首度亮相 耗时七年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带您揭开密心 今年中秋节赏月将遇上近十年来最远满月 错过要再等十四年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李月琪 我来关注中秋节快到了 大家都准备要赏月 不过要特别注意到 今年可是近十年来最远的满月 那么通常是农历十五会看到满月的机会 大概是三分之一 而且呢在21世纪中只有出现37次 不过这一次要好好把握最远的大满月 因为错过就要等到2037年 那么持续看到赏月 可要好好把握这些时间了 那么专家就分析 从北到南以及东部的赏月指数 从9月29号到深夜 到9月30的凌晨 西部市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明月 那么东部地区还是有机会 不过受到云量的影响会比较不连续的 那么另外气象达人彭启明也提醒了 周日的天气变化 首播东北季风将会报道 预测是在台北桃源 还有东半部都有短暂雨 尤其是在东北角到花莲的雨势会比较明显 廉价期间也有不少人都规划出门完了 那么高工局也表示 宜花东地区的定房率已经达到5成 那么预计是9月29凌晨5点到下午4点 会涌现比较明显的旅游车潮 那么建议大家尤其是国武南向的用路人 利用廉价第一天还有第二天来避开尖峰时段 比较不会遇到塞车 那么时事要看到中秋节家家户户都要烤肉 也激起网友讨论到底要带什么样的食材呢 有人就说沙茶酱是一定要带的 因为烤肉就是要这一味 也有人指定都要棉花糖 每次都不会失望 那么又有人点名是蔬菜类的 像是结瓜还有杏鲑菇都好吃 那么至于有哪些是地雷名单呢 就有人点名了玉米 因为不好烤又容易烤坏 还有甜不辣呢 一不注意都变成黑炭 好来看到政院排版要加码护理师的夜班奖励金 预计最快明年上路 那么其实目前我国护理师的职业人数呢 大约是有18.6万人 预计到2030年需要来增加5.5万的人力 那么为了补足人力的缺口 总共会有12项的策略计划 那么特别是在医院呢 全日平均护币比将会来改成三班护币比 预估经费每年180亿元 也会来加码护理师的大小夜班奖励金 那么尤其要看到在大夜班的部分 预计每班呢 会有600元到1000元的奖励 如果是以护理师每个月上20天的大夜班为例 薪水每个月最高可以增加2万元 那么也根据调查 新手护理师进入职场之后 因为没有人带领 导致离职率高达25% 未来也会来推动导师的制度 聘请资深护理师回流来带领新手 那么预计每人每月大约是3万元的薪资 聘请1000名资深护理师 好来看到我国第一艘国造潜舰 晴天首度亮相来进行下水典礼 那么依照各国的保密惯例呢 其实可以看到船首还有鱼类馆都是用国徽的版部来包覆 那么接下来要持续关注的是总统蔡英文 今天也来主持下水典礼 还亲自命名为海昆军舰 表示过去请见国造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 她很自豪说现在我们做到了 那么今天也曝光在水下抗暴政的画面 虽然没有呈现结果 但知情人士去年就透露了 结果让军政高层都很满意 好持续来关注夏浅的深度呢 其实海昆舰是优于现役的舰隆级潜舰 有助于来提升防卫战力 而前后耗时七年 那么过去在设计还有建造的时候 一直都有受到中国的阻扰 那么被誉为潜舰国造舵首的国安会资委 黄树光过去就坦言红渠装备确实受阻 而台船董事长郑文龙也说 潜舰是不对称作战神兵利器 这七年来每一天就像全天后的战斗任务 不断遇到挑战 那么知情的人士也向我们透露 在潜舰国造中保密是最为关键的 因为中共就曾经掌握到消息 向他国施压 导致我们无法获得装备 那么我国还曾经秘密派专机 还有专船来载运 好持续来关注在海昆舰亮相后 持续要来强化潜舰的安全 那么目前我国是有一个新型的救难舰 预计在明年元旦交付海军 具备水下100公尺的救援能力 不过针对深海潜舰的救援能力 还是不足的 因此现在呢 是除了要深化跟美军的救援协定 我国也要投入101亿元 来打造潜舰救难舰 而海昆潜舰在下水后呢 接续还要来进行驳岗测试 预计在2024年底交付海军 那么针对我国的海军战力 还有我国整体的作战潜舰规模 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树光表示 希望2025年达到三艘 2027年达到四艘的规模 那我们要来看到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位在第一岛链的东亚布局 潜舰的战力到底怎么布局 那么透过潜舰分布图 可以显示南韩还有日本的潜舰 可以形成水下的强大连线 那么在南海的菲律宾 潜舰的规划现在是从零开始 预计2027年会获得第一艘潜舰 还有越南以及印尼的潜舰战力 也不容小觑 而台湾常年维持在四艘潜舰 不过都很高龄 现在有国造的海昆号 如果后续的测评顺利 有望可以联手舰龙级潜舰 来达成十艘规模的水下战力 完成第一岛链的关键评图 好 持续来关注杭州亚运 在上一届亚扎打亚运 夺下安马金牌的黎智凯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中也扛着压力完美落地 成功完成史无前例的二连霸 那么接下来要关注到女子网球双打的部分 台湾好手梁恩硕 延续她在成都市大运进仗双金的气势 现在是攜手李亚学一路过关斩将 在今天呢是对上南韩的选手 率先以6比2拿下首盘 不过第二回呢却遭到南韩逆转 最终进入决胜的第三盘 成功挽救两个赛末点连拿4分逆转 首度闯进衙运的决赛舞台 那么另外呢要看到随后登场的是 台湾另一组女双詹佳姐妹 对上的是印尼组合 全场只有花76分钟胜出 确定决赛会上演台湾内战 值得关注的还有 平平在国内创下记录的 22岁台湾骑手徐浩红 她不仅在八强赛 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葡萍环 写下台湾的奇谈记录 今天更成功击败世界第一的 南韩名将申真许 成功来闯进金牌赛 许浩红将会与世界排名第三的 地主名将柯姐来交手 在这一场海峡大战中 许浩红是拿下围棋男子个人金牌 同时也是我国亚运围棋 史上的第一金 写下史无前例的好成绩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交点话题